护法第一个要护道场 要懂得爱护道场 道场吉祥地 要破坏道场 那个罪过去中路 破活活生的 国报决定在阿比利 所以你在这个道场 你到底是真正诚心诚意 护持道场还是来破坏道场的 真正护持道场的 我在这个道场是什么地位 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 把我自己本分的事情 岗位上的事情 做到尽善尽美 护持道场 道场大众 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倒太兴旺了 不要干涉别人 彼此互相干涉 这就错了 过人有过人本分的工作 我的本分工作做完了 做好了 看到别人还没有做好 我有能力帮助他 可以帮助他 但是自己先要做好 自己都没有做好 就帮助别人 那错了 先把自己的做好 然后可以帮助别人 决定不障碍别人 第二呢 要懂得护教 护教 最重要的 深入尽脏 深洁一去 你才真正懂得 怎么样护治 换一句话说 你才有智慧 智慧才能护教啊 聪明不能护教 事之便从啊 只有正道 没有办法弘道 那没有智慧这么信任 怎样才是真正护教呢 一教修行 我们固然做到 每天八个小时 听进研究讨论 八个小时念佛 真正护教 我们认真去做 必定感动 祝佛护念 护伐善神 勇护啊 肯定的 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 第三个要知道护僧 僧是什么呢 我们道场同学的 这些大众 包括在家的居室 只要他住在我们道场 跟我们一起共修 他都是我们僧团的一份子 我们要帮助他 要协助他 时时刻刻 警测自己 也提醒别人 不能违法 不能设理啊 如理如法的修行 这才叫 鸿鸿一体 这样才能真正 令正法 久住啊 这是功德 这是报复恩 如果 未法设理 那是罪过 那是你来灭佛法 这里面 也都有 英元国报 在今天这个时代 鸿发重要啊 一定要发心 无论是做 红法 或者做护法 都必须 要 深洁 意趣 要深入 金藏 你做的才如法 如果对于 佛法的道理 修学 不甚了解 我们鸿鸿都会走向偏差 不但不能够修极功德 可能还造罪业 这是不能不谨慎的 无论是红法 或者是护法 不正干 不行啊 怎么个干法呢 佛教给我们做的 我们一定照做 意教奉献 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 这些事情 佛虽然没有详细 给我们说明 纲领啊 都说出来了 戒律是纲领啊 抓到纲领啊 我们就知道 应该从哪里下手 重要的地方 佛都曾经洗手 你就想想看 孝阳父母 奉死四掌 这是纲领啊 地藏菩萨 本愿经 就细说 此心不少 修十善业 这年就是纲领啊 佛书十善业到经里头 细说了 抓住纲领 理解 谢谢 一夜遵守 一教奉行 这样 这样才能成就 怎样才是真正的 庄严 道场 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好 庄严 是美好的意思 是圆满的意思 那么真正庄严 道场 是什么 戒顶会三十 居足三十 居足六后 那就是真正的专严 如果没有三十 没有六后 那就是过去 有些人所说的 有没有武道 不能心教 我们要是道场 有道场 没有道 主要知道 佛道就是三十六度 我们提出 修行五个空 敬业三福 六后 敬业三学六度 福行十业 这五个空目 这五个空目 注重在行门 行门就是讲修行的 指导原则 为什么 为什么 最近这几年 我们 特别提倡 弟子规 弟子规 是根据什么 来提倡 这不是 根据 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 一共是三条 十一句 第一条呢 孝养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杀 修识善意 这头一条 孝养父母 奉思思长 孝亲尊思 这个是 德行的基础 所以我们 看到 当前的状况 我们父母的状况 在家同学 做不到 十三业 出家的同学呢 做不到 杀米略义 这都是基础的基础 他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展开精心 你看到 世尊教道的 善男子善女人 那个善是个标准 佛门讲 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 是十善意 所以 是敬业三福的 头一条 一定要 居足实善 才能够 借受三规五戒 用三规五戒 在第二条 你们有第二条 就不能够有第二 你们有第一条 不能有第二条 第二条 受持三规 居足中戒 不凡为一 你实善意都没有 你怎么可以 受三规五戒 所以为什么念 世上做不到 直到我们 深深去反省 为什么 过去 人能做到 现在人 为什么做不到 是我们想到 世尊在经典里面的教诲 佛弟子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我们进度总是大臣 大臣一定建立在小臣的基础上 所以中国佛教 对小臣经典的翻译 可以说是 非常的圆满 我们大臣经里面的四阿涵 是小臣经 跟现在南传的巴黎文经典 做个比较 大概他们的经典呢 比我们翻译的 要多五十部 注意小的 小臣经都不长 应该差不多将近有三千部 三千部只多五十部 多不了好多 由此可知 我们翻译的是很完整的 那么在隋唐时代 小臣有两个宗派 所以中国佛教是十个宗派 有居械宗 陈世宗 这两个是小臣宗派 可是到唐朝中叶之后 中国人就不说小臣 唐朝末年到宋朝 这两个宗派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在中国人只知道八个宗派 大臣八宗 小臣很少人知道有两个宗派 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中国人不遵守佛的教诲 不先学小臣后学大臣 这什么缘故 一定要想 中国人是以儒跟道代替 代替小臣 有儒家 能理道德的教育 有道家 清净无为的教育 足以代替小臣 所以就不用小臣 那么到今天困难来了 小臣不学了 儒也没有了 道也没有了 这一下一开始就走向大臣了 所以这个行门就显示出不足 这个不足伤害太大了 像一棵树一样没有根 于是在大臣上怎么样用功修学 都不能够开化结果 那么大臣修学主要的目的 是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就是一般人家大彻大悟 我们今天学佛没有无处 烦恼吸气 断不掉 戒定会三许 没有了 这个是今天 我们佛门衰微的第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得 想得我们从什么地方来补救呢 还是从儒道来补救 所以我常常讲 中国自古以来 传统的教学 它有三个根 像树一样 它有根 儒家的根 是弟子位 道教的根 是太上干一片 佛教的根 是十上一道解 这个三样不过是根本 根本的根本 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不是念的 不是背的 不是讲的 是要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带着酒 换一句话是 我们要很认真努力 百分之百把它做到 你才有受用 你有了这个根了 你然后再受三规无界 它能做到 那个三规是真正的三规 规一佛 绝而不迷 真的是绝而不迷 规一佛是正而不昔 规一僧是静而不然 真做到 真管用啊 而后你这个 再加是五戒 出家是杀你旅 它自然很容易做到 一点都不困难 它总跟上僧的嘛 我们今天觉得这么困难 就是 儒的基础没有 道的基础没有 所以真正的 位如师道来培养人才 这是当前的一桩大四 试出试法 故人常讲 从恭敬中学 那我们看看现在 国内情形我不知道 我在国外走的比较多 国外是高等学校 著名的大学 学生多半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 学不了东西啊 真正学东西的时候 事发出事发是一个道理 烦恼亲智慧长 大臣 讲求的是建定会 中国世间法 也是讲建定会 他不叫这个名字 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从小读书 常常听老师的说 老师在对学生的评论 某个学生有悟性 某个学生悟性差一点 着重在误化 不像现在的教育 现在的教育是 记问之学 你看得多记得多 从前不是的 从前不着重 你记多少 学多少 着重在你的悟性 那悟从哪里来呢 悟从清净心来的 心定下来 他才会开悟化 心定不下来 那怎么可能开悟 所以《金刚经》上讲 信心清净 这身实相 实相是薄弱 那我们身在 现在这个时代 本身里面的烦恼稀气 很深 外面这个明文力量的诱惑 那比过去 不知道要加强了多少倍 你那个心 怎么能定得下来 心定不下来 你的学术就得不到 你看 应光大师 在大夫 许多人向他请教的时候说 一分沉浸 得一分理 十分沉浸 得十分理 那由此可知 事出世间的学问 都是从真诚 恭敬当中 得了你 没有真诚恭敬 老师不教你 老师为什么不教你 教你 你没有办法吸收 你领悟不到 换句话说 不费精神 不是老师 不教 不是老师 领法 是你不能接受 道理的词别 老师没有不慈悲的 我们向老师求求 老师肯教 欢喜教你 原因是什么 你肯接受 你肯认真地学习 我们将好学 你才真正能学到东西 所以从这么多年来 我们自己现在 也有这么大的年岁了 回过头来 细心去想想去观察 想想想自己当年求学的经过 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自己做到 这个做到是 从小养成 尊私做到 这个养成呢 在十岁之前 我孙长在农村 十岁 才住在城里 真正的教育 是在农村时代 学习的 那个时候 有私塾 父母给老师教的 受的是 传统的教育 私塾教育 懂得一点 尊私中道 而尊私中道 父母跟老师 教导的那一幕 让我们一生 都不能忘记 印象太深了 六七岁上私塾 第一次上私塾 私塾只有一个老师 同学大概有三十多个人 一个老师 我父亲带着我 带了礼物 到学堂 那是学堂的祠堂 在祠堂里 先向孔子的牌位 那个牌位上写的 大臣至圣先师 孔子之神威 先向孔子牌位 行三跪九寇手的礼 古礼 我父亲在前面 我在后面 跟着拜 拜完之后 我父亲请老师 坐在孔子牌位的下面 向老师行三跪九寇手的礼 我父亲是前面 我在后面 我父亲对老师 行三跪九寇手的礼 老师说话 我们还敢不听吗 我们父母对老师 这样敬重 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 他能对得起人家父母吗 这个就是孝道跟思道 我们从这个地方学来 所以一生 对老师决定不敢怠慢 这从小养成的 现在哪有这种教育 没有了 不但你们没有见过 听也没有听说过 从前的教育 这个教育 在我们家乡 我们家乡比较避塞 落后 至少要断掉八十年 可是一般城市至少要断 大概是九十年到一百年 像香港至少会断掉 一百五十年 为什么外国人进来了 所以中国东西就没有了 越说大多是 这个断的时间越长 所以这在避塞的农村里面 还是短一点 那我们是 这个中日抗战的时候 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 所以有这么一点点影响 这一点影响 真的影响了一生 那么我在台湾 到台湾去的时候 我这四九年到台湾 举目无亲 一个人 非常想学 想学 建学校是不可能 我说交不起学费 自己还要工作养活自己 所以打听 好的老师 那个时候确实 我认识了十几位名教授 怎么认识呢 自己学信 学信给他们 自己推荐自己 那我写的信呢 都是用毛笔公开 写得很恭敬 那我自己写的文章 寄给他们看看 莫迪呢 是希望 做他的旁听生 到学校去旁听 那么有很多老师 收到信 给我回信 见了面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批 学这些 他们对我都非常好 以后我是专门跟 方东梅先生 学这些 那么方老师 不让我到学校 去旁听他的课 而为我特别等于开班 每个星期天 到他家里面 在他家的小客厅 给我上两个终点课 我们感觉到老师的问得很大 但是究竟什么原因 他来 他这样子来 特别开班来教我 没想到 到现在我们自己明白了 没有别的 就是对老师的那个真诚攻击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教学费 连供养 一分钱没供养过 特别开班来教学 我们想 当年想的时候 只想一个道理 如果我是个老师 有一个穷学生 真的肯好学 他来找我 我要不要教他 这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吗 我们有一番真诚的心 好学的心 我相信老师一定不会辜负 就这么一个念头 敢跟这些教授们写信 真的受到效果 所以真诚恭敬 那到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就明白了 你看现在也很多人写信给我 字都是很潦草 潦草到很多字 我都不认得 你是这种学生 还行吗 那找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 说要毛笔公公正正 写一封信给我 我一个人都没遇到 所以从字里行间看出 心浮气躁 他没有沉浸的 那不像我们当年 年轻的时候 对老师那么样的真诚恭敬 道理就在此地 所以你也肯教 真正把你当作学生看待 认真地来教导你 那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 确实是一教奉行 不折不扣 真做到 对老师就跟对父母一样 所谓教会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奉行 老师决定不会指出方向 所以一生一教奉行 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要从根本上来学习 过去美学 现在补习 就是认真落实 是地子规 落实 太上干应品 太上干应品是英国教育 地子规是 能力道德的教育 有这个基础之后 你再学十山业道 落实十山业道 就不难了 没有这前面两个基础 十山业道的时候 很不容易做 你也很难理解 虽然经上讲得很清楚 不容易理解 那么有这三个基础 出家人再加上沙米旅益 那也很容易做到 那么这些经典里面所教的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那是信的 就是自信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民心建心之后 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这几本书 那有一丝毫的勉强 圣人佛菩萨他做到了 所以这个不是他制定的 规矩叫人家一般不是 是自信心的地流露 我们建了信觉悟之后的时候 出生的 他们一生的思想言行 大致上都查不了了 信的地流露 所以这四样东西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本善 这个儒家所讲的 人之初心本善 是我们的本善 那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晓得 我们已经不善了 我一辈了本善 佛说了 说得更好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那我们现在看看都做不到 我们已经不是佛了 我本来是佛 现在已经不是佛了 我一辈了 我一辈了自信 就不是佛了 我一辈了本善 这就错了 所以那是我们的本善 那是本来是佛 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做到 然后佛给我们制定团体生活 佛要修留和尽 中国圣人常讲的 佛为贵 宇宙是相佛 世界是佛目的 我们一个人身体 外面 言而逼世神 里面五脏六腑 是佛目的 如果不佛了 人就生病了 所以佛 是信的 为什么会不佛呢 佛讲得很清楚 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就不佛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你自然就佛 所以中国人讲太佛 讲中佛 讲宝佛 所以佛跟我们讲六合剑 六合剑是从自己 发展开到整个宇宙 到一切众神 这个叫真正庄严道场 所以道场里面最重要的 是学习 是学习 学习 佛菩萨的教会 落实 佛菩萨的教会 终极的目标 就是你要真正 正得 佛菩萨的果位 这才叫真正庄严道场 所以庄严道场 不是在香火定神 人众很多不是 是在这个道场 有没有真正 开悟 正果的人 由开悟正果的人 那才叫真正庄严 我们要懂得 向这个目标方向 去走